接下来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板式换热器常规板件的整体构造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张成型的板式换热器板件 这是首先我们从这边开始讲 这边是板式换热器板件的四个脚孔 一二三四 流质是从这个口流进这个口流出 这两个口它不会有介质流入或者流出 假如这个口有介质流入或者流出 它会从这个销流槽处流出 这样让我们可以提前发现这台换热器有问题 这一部分是板式换热器板件的整个换热区 它的波纹有很多形式 这是我们常规看到的是人字型波纹 这一部分是我们板式换热器的导流区 这一部分也算是我们板式换热器的导流区 这一部分也叫巧克力分布区 它有助于我们的介质从脚孔流入 平均匀地松布在主要的换热区域 但是在导流区也是参与一部分换热 但是这一部分换热效果 整体是没有我们主要区域的换热效果好 还有这一部分是我们板式换热器 在装机的使用过程中悬挂槽 这一部分和这一个 这一部分一个是上的辽 一个是下的辽 它在装机的时候使挂在上的梁和下的梁上边 这样就帮助我们在装机的时候更加稳定板线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 这还有板式换热器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是板式换热器的胶条 板式换热器的胶条 常规来说吧 我们一般都有三种 NBR EPDM和佛蟹胶 正常来说 我们使用油的情况下会用NBR 其他的一些工况下正常的使用的是ETDM 特别像一些高温的高温蒸气 高温油什么的 我们都会用无效胶去使用配备它的胶条 我们板式换热器 接耳和板三件在一起有三种方式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暗扣 还有一种是胶粘 另外一种是挂扣 现在我们着重说一下我们板式换热器的胶垫的使用的胶粘的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板式换热器的专用胶 它主要是由甲本和那个树脂构成 树脂和我们胶条的主要成分它是一致的 很多人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这个甲本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板式换热器的介质 那答案是确定的 那肯定不会影响 因为甲本会在胶水干了之后 会自然挥发留下的只会是树脂 树脂会使板线和胶垫紧紧的粘接在一起 这样使我们的整体的板和垫粘粘在一起 这样不会形成泄漏 因为这个板线的胶垫槽和胶垫它的匹配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说板线的这个胶垫槽和胶垫不匹配的话 它会造成我们的阶质泄漏 造成阶质泄漏 这样会影响我们整体的使用 影响这种它不匹配度的它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它膜剂是有问题 二是它在形成过程中或者用输过程中 使它的形状造成了一些差异 或者是我们在挤压过程中压力过大使之变形 这样会造成我们的反式换热器的泄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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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